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 目前我们市面上很夯非常新鲜的 说它是果实也可以 说它是菜好像也可以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到 林孟宽先生的丝瓜园 家里本来世代都是在农业做务农的 当然我们年轻人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 第一的选项当然不会是回家来务农 想法就是说务农是蛮辛苦的 实际上当然务农是很辛苦 没错 只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吃不了那个苦 因为你会觉得外面的一个环境 是你所向往的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都是在一些企业上班 那企业上班上久了 其实我在企业上班的时候 也刚好有这个姻缘机会 我都负责这个生鲜的销售 还有采买销售的一个管理 因为你是在一个很有名很大的这个事业体里面 那也接触到这个水果蔬菜 对 水果蔬菜 那时候负责就是有负责销售 还有产地的一个采买 所以当然也发现 其实用传统农民的一个想法来做种植 其实当然会很辛苦 而且可能价格产量上 以前叫做丰收农民才会高一千 但是现在的时机丰收的时候 农民就会觉得丰收就会价跌 所以我们也发现 这个是现在农民的一个痛点 那因为我本身家里本来就是务农 你要回来跨入这个农业 当然比一般上班族相对它的一个门槛 你会比较快速 那所以在大企业上班一阵子之后 我觉得刚好也有辅导一些 做农业品牌的国外品牌 那我想说 那台湾的农业可不可以走品牌的一个路线 那当然走品牌也要能变现嘛 所以我想就是说 从这个苹果丝瓜这个品项 因为它比较有一些话题跟亮点 那少量来运作看看 做这个农产品的一个品牌跟通路这样子 我在这里面 我有听到那个小蜜蜂嗡嗡的声音 对 因为它在工作 对 你自己养蜜蜂 对啊 对啊 自己养比较OK 因为我们是跟一般它们传统的瘦粉比较不一样 传统一些瓜的瘦粉期间比较短 它可能一周或两周瘦完粉 它们就可以撤掉了 但是因为我们采收期 这个要一直采收 所以它必须每一天都做瘦粉 当然下雨的时候 蜜蜂就没有办法瘦粉了 这个蜜蜂就在那里飞来飞去 他们都在工作了 努力的工作了 所以这个工人是自己的 不是拼固的 其实现在很多青年农友 当然政府也在推动青年繁荣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是好事 因为农业它是一个千年不败的一个 产业 那它也有刚性需求 就是民生一定要吃 但是可能没任何产业 一开始做 你可能要评估自己的一个 本身的资金条件 我就是先少量 少量先小面积 就是因为现在即使上班族 也觉得蛮好的 因为现在都周休二日 或者说你没有一定休六日 可能也一个月大概都有八天 加上你年假可能有的一个月都可以休到十天 我当初也是这样子 利用自己假日牺牲一点 在上班的时候不要休假 然后面积种少一点 那先做小 把它做把这个应该会的一个本事学会了 然后在小面积种植的时候 能获得一些know how跟知识之后成功了 你再把面积放大 只是资金多头一点 然后种植面积稍微放大一点 那这样子失败率就会低一点 对 而且也不会说一下子种了很大面积 然后卖不出去 对 所以我都比较建议是说 想走进农业的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在农业的 你想找到另外一个品项 找到另外一个出口 那我都建议就是说 先做少面积的测试 那如果成功了 你再慢慢放大 对 因为台湾的市场规模本来就不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学习应该是免不了的 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很用功 对 当然我们在种植的过程里面 因为当然家里是世代物农 但是我们都是叫做帮农 我们不叫做真正下去田里操作 只是人家长辈讲 你去做A 你去做B把它完成就好 从来不是你自己去判断说 现在应该是要去做A或做B这个动作 那你自己务农 当然你自己要下判断 所以所有的风险你必须自己承担 所以我们过去在一开始种的时候 当然我回来务农 也不是一开始就种这种水果丝瓜 对 也不是一开始种丝瓜 我也是从大概七八年前 或将近十年前 市面上很流行的种这种小番茄 对 那芋女小番茄你知道就是说 它工序啊 是 失败率啊 其实也蛮高的 是 所以在那边也付出了很多惨痛的一个经验 对 因为我们当时又没有这个资金可以搭 芋女番茄其实 但是它如果搭温室来种植你的管理会比较难度降低一点 好 但是我们那时候刚回来投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在农业能不能获得一些成果 所以你也不敢投资在网市的一个搭建 因为一个网市随便搭建都是可能 现在的行情大概都两百万起票了 不含农地 对 所以你一开始投入那么大 所以我们当初是搭网市 所以种了第一批 哇 产量很大 可能要采收的时候就下雨了 就裂果了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果实的时候 对 真的是一步一脚印之外 对 一分努力不一定有一分的收获 对 因为我学校是读工厂管理的 那我一直在想管农场跟工厂管理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真正来管一个农场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农场管理比工厂管理更难 因为工厂你就在一个密闭空间 你也不用管今天要不要下雨 那在农场你今天要试个肥 喷个药 你还要看气象报告 还要看一下温度对不对 可不可以用药等等的 对 对啊 而且赤桶整个地区可能那边下雨 这边不下雨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这种围境以后就有差了 像是 有时候常碰到 比如说西螺下雨 那赤桶就不下雨 你从西螺回来 西螺不下雨 那你想到西螺不下雨 我们回来的时候想到要回来田里 喷个药的 结果回到赤桶 它在下雨 你也不用工作了 我上回买的应该是苹果丝瓜 因为我买到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说 它到底应该怎么煮怎么吃 回到家以后 再打电话回去问的时候 卖场的人跟我讲说 就跟平常一样 你就煮来吃 所以它比较不会去强调做 沙拉类的一个调理 没有 对 它就叫我说 你就跟普通的菜贵同样 然后它会比较脆比较嫩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包装上 我们就有包装上我们就会强调这个你可以做沙拉类料 这样子消费者会觉得它有一个新的食材 也比较愿意愿尝试看看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当这个沙拉的时候 你需要沙青吗 不用 不用 直接皮削一削 对 就可以了 对对对 皮削一削你把它切一切就好像扒了这样子 那它的这个养分 你们有没有这个测试过它的养分跟这个传统的那个丝瓜 养分上有什么差异 这个倒没有去特别测定 因为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 毕竟都还是丝瓜 只是在口感上应该是说会让你更愿意多吃一点这个丝瓜 因为毕竟这个节令就是这个丝瓜嘛 而且它也算是 夏天就是要吃瓜嘛 对对对 对啊 夏天就是吃瓜的季节 对啊对啊 真的 因为老天还是透过这个丝瓜让你的一个做生理 透过食材一个食料的概念嘛 对对对对 你可以降火去比较不会那么燥热 不死不死就是说 不是那个食令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去吃它 对 如果是这个节令的东西 本来就是创造出来让我们因为我们的气候环境 生理的条件来吃它会比较养生 你自己这样子下来实地这个田间做了这么多年 你会不会鼓励有更多年轻朋友能够回乡 其实我蛮鼓励的 蛮鼓励的 因为毕竟上班族你永远是为了别人的目标在打拼 那你回来农业虽然起步 当然每个人起步不同 因为有的是农二代 像我们算是农二代 我们不富二代 我们是农二代 农二代当然比一般 你纯粹家里可能是公教人员啦 你要来切回来农业当然就比相对门槛低一点点 但是所以回来之后其实农业它能发展的不是只有种植生产端 其实现在真正一些应该说理想化它们在推所谓的农业产业六级化产业 就是升级的概念 但是它没有种植 就是说农业六级化就是一乘二乘三就是六级 那你没有一这个一就是种植这一端 你没办法变成二 二就是销售 同路等等的去产生更多的一个组合跟变化 其实回来有一些旅游团体它在谈 我们有可能到农场去做一个丝瓜棚宴 那也可以就是农业的一个提升 它变成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选项之一 那就是休闲农业 但是我们完全去做休闲农业好像也不对 因为休闲农业它可能有一餐没一餐 如果以我们在地的话来讲 那可能要做合作的方式 所以我倒觉得建议年轻人他可能有一些别个行业的经验 那他回归农业之后 可能在原有的一些农业的基础上 你找他合作 那一样是在农业端去做发展 不是完全说你一定回来农业一定就是在种植 可能发展成一个旅游或者是观光这样的概念 其实现在的不管是果园菜园 包括你们种这个丝瓜什么 环境都蛮好的 对 环境都很好 其实他们进来认识新的这个农耕的方式 其实也是一种体验 对 生活体验的那种提升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老年热林人口这么多 引导他们做这样子的参观 生活更多样化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也很好 对啊 其实农业现在是在人力缺工上问题是蛮严重的 它不像一般产业它可以导入很多的外籍劳工 所以如果能在一般农忙时间 就比较属于自制性的一个采收 让这个热林 热林的老人 那采收 来帮忙采丝瓜耶 对 很好耶 像我前阵子采敏豆嘛 那敏豆其实它体力上的支出不会太大 因为它比较轻 是 较近刻 但是它必须大量的人力 瞬间短时间必须大量的人力 对 像这样的工作就可以 所以可能政府或者是社会团体来做合作 教它会怎么采难度又不会太高 他们也可以赚到这个生活体验 对 我可能一般在冷气房待久的人 他没有流汗 对 里面可能累积了很多 废物 那里在田间 其实这种流汗它不会闷热 它是真的把深层的汗透过温度 你体力把它排出来 其实就是蛮养生的 对 对 因为过去 过去都在讲说这个孝顺父母 老了不敢在他操劳做工作什么 可是现在的观点已经不一样了 对啊 现在你连老了你不能让他整天坐在那里都不动 反而你让他要生活治理 然后出去上课 对啊 然后出去活动 其实这个参与这样子的生产行列 其实也是一个 它不要时间太长 对 就是可能半天 对啊 傍晚时段或者是早上时段 对 它来采一下可能上半场 那出众的工作不要太多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可以跟农民合作的一个方式 是啊 对啊 因为像这样的地方就所谓的千岁团 对 就是你采我们这边四桶出产的蒜头 那你往往去那边可能有十几个 有千岁团 你加起来可能就一千岁了 对 像我这边有固定跟我协助的就是一个阿婆 他也八十几岁了 真的 对 他固定都帮我做 对 那我田间 他速度也很快啊 对啊 他就做半天 他就说他来就是要做小时的 他高兴来做两个小时 就做两个小时回去了去煮饭 八十几岁 对 然后他下午又来做两个小时 反正工作就是那些 你就是在两天或三天里面 把它做完就好了 然后高兴就来做 对啊 这样子也很好啊 对啊 我们没管他 他自己就记他自己的时间 我就每一周我就问他 你大概核算起来 加起来 因为一天假设算八小时 那你加起来就几天 那就是一天两个小时慢慢都慢慢 所以我们 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节目时间 把这样子的理念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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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让大家的生活更丰富 更有内容 对 没时间头变痴呆 因为现在有的是蛮 年纪蛮轻的就退休了 对 可能六十几岁 不太好 对对对对 爬山也没那么多山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休闲运动 但是如果做一些农耕劳务的 我是觉得也蛮养生的 我有一个年轻人的朋友 他在医院判定有忧郁症 其实我也给他建议 当然他还没有去执行 我意思是说 现在有一种叫做 外面民间在讲的叫做植物疗法 对啊 植物的疗愈 那我会不敢说它是一个疗法 就是说 你其实有很多忧郁症是因为 你太闲 想太多 想太多 对啊 如果你到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然后又有点劳动付出 大量的流汗 其实 这样的问题不敢说获得解决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 缓和比较多 我如果住在赤童附近的话 我都很想要来打工 对啊 它其实蛮好的 对啊 这么疗愈 然后看到这么多那个蜜蜂 因为你一天 像工作量不要太大 一天一天做一点点 其实你会上瘾 因为你来这边 你会流汗 流汗完就会胃口好 喝大量的水 不然你现在叫你喝大量的水 其实你喝不下 那你对你这个人生这样子的规划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愿景 其实 对你来讲 因为我们 我在农业端我们有做过销售 有做过采购 是 有做过农业品牌 然后现在也回来做产地 那希望我现在就是说 其实自己也规划在这一两年里面 要把它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一条龙的一个品牌 那当然也不是完全自己的东西 就是可以结合其他农场 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的种产地到餐桌的概念 是 那产地到餐桌它有一个过程嘛 产地到餐桌不是一下子跳到餐桌 它必须通过运输通过卖场 那我希望就是说有机会能有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我们也在谈了 有一些跟团队在谈 就是说我们在都市成立一个卖场 结合电商 是 结合团购 也不会有太多损耗的问题 毕竟在成本上我们有产地的优势 对 这个对你来讲 等于就是说充实在这个产销上 你有很多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力量 那现在自己又真正回到农场 实际从事这个生产的工作 所以你这个要连接起来应该相当 就比较不会那么困难 因为 比应该人脉也有 这个什么场地啊 什么这些观念你都变变嘛 对 那我们也希望不是做自己的产地而已 我们也希望把其他的农场合并进来 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做嘛 是 你总是要起这个头 然后有一点成果 有一点商业模式model出来之后 你再邀其他的农场一起来加入 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 就是一样回到刚初一开始讲的 我们先做小 然后我觉得 慢慢的 可以了 我们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推动 这样子会比较好 像我们目前各个农会都有这个植物医生 那因为我们毕竟在虽然农业其实它面向很广 那他讲一件事情讲用药或者是病床害的防治 其实都是很专业的 那我们又没有那么专业 所以在品项上的选择 就是说在用药的选择上 我们就会太多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就会问 像我们赤桶农会也有 林内农会这边 各个农会都有现在政府在推的这个植物医生 那其实跟他们沟通之后 他们会 就算他们有时候 因为植物医生 目前来讲有的是比较年轻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们有一些农业的管道 可以问到很专业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都会透过当地的这个植物医生 来协助解决更专业的问题 我们可能叫做 我们懂得很广 但是我们懂得不专 那专的部分我们就请教各个领域的专家 植物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您自己有这么好的这个愿景 对 那你自己也有这样子一系列的这个体验 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自己的这个 从实际的种植到销售端的这些体验 是不是也非常足够当更多年轻朋友的贵人 当然有机会的话可以协助他们 其实在从农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协助了不少的一个小农 给他们一些建议 可能在大部分都是在销售端 我们给他一些建议 就是说在产量计划 还有就是说你在通路的推动 你可能要做布局 我觉得用策略性的一个思维 农业其实它就是一个 到销售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虽然它不是很大的生意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些策略上的规划 你会这个路走来 你会觉得没有一个方向感 毕竟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做下去的这个力量 要有获利 对 对 你一定要有贪金 不然你只要一直贪贪 对 任何事业都做不下去 对啊对 你还是有固定的经济的一个支出需求 只是你在农业端 你要一开始启动的时候 你要保守预估 你还想说不要太乐观预估 太乐观你可能在这边会 投资过大 期待过大 那当然把愿景想美好一点 你才有动力嘛 但是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核心的 是是 它在这边你能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一个 合理的一个收入 农业如果好的话 大家吃的东西好 品质又更好 更健康 对啊 这有什么不好 因为还是要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农业 还是要有一个一定程度的自主力 是 不能完全做进口 对 我准备靠人 这样编绑 对 我们去买一定有那个 有钱买没东西的时候 所以现在其实消费者 我在跟一些电商有做合作销售 是 其实一些消费者都蛮支持在地性的商品 在地性的农特产 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地产递销 对 这一个当然先度也比较OK 是 那再也算是一个支持台湾的一个农业 毕竟相对在工业跟商业来讲 农业的一个环境 是 相对比较弱势一点点 因为面临现在的气候变迁 其实难度是更高 但是农业一定 大家一定要支持 而且要努力的支持 对 如果没牛选 那是很可能 很恐怖 对 像在疫情发生那一段期间 其实我们自己一些电商的消费者 他因为电商的业绩大幅成长 大概有一到一部分数是 他购买的一个安全性高 那你有稳定的产出 卖出去之后 其实农民才有办法持续 做下去的一个经济来源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您这样子配合访问 也提供您的农园 让我们更多朋友认识到说 我们现在市场很夯的新朋友 这种水果丝瓜 其实就是我们在地的产品 对 我们希望你走得更稳健 谢谢 也很快就能够当更年轻的朋友的贵人 有机会的话 当然我们都不会吝啬 希望你蓬城万里 谢谢 也祝福您 好 谢谢 发大财 吃好东西 把身体照顾好 健健康康 也有机会来这边 体验 贡献自己的能力 帮忙采个丝瓜 八十几岁要用来到采丝瓜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样子 可以啦 其实八十岁能动是幸福的 是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